到齊和小熊系列賽第二陣 到齊退出日籍投手 山本猶身 登板先發 只不過一開賽就小玉亂流 先被超安打 右頭保送 轉眼間已經被對手攻佔滿壘 但沒關係 接下來就看Yamamoto桑 如何變成拆彈專家 KKK 山本連標三次三陣化解失分危機 到了第二局 到齊隊友守備又出狀況 小熊再度攻佔滿壘 但今天 山本猶身對拆炸彈很有信心 連續兩局的滿壘危機都安全下裝 山本這場比賽靠著犀利的曲球 把對手吃得死死 自家投手投得那麼讚 宇宙倒極打線 當然也要停下 來到五局上半 在大谷翔平擔場第二隻安打的帶動下 藍茂軍團兩人出局攻佔滿壘 這時候小熊投手也失去準心 先是抱頭奉送一分 接著Max Lancy這一棒直接打趴小熊 到齊單局冠進三分建立正績 中場就以四比一擊敗小熊 專門優勝 土頭五局標出八次三陣沒有失分 終於在第三場先發 拿下大聯盟生涯首勝 而大谷翔平本場比賽也貢獻兩次安打 繼續維持好手感 華日新聞 養主副報導